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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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愛的師父 非常謝謝您給我們這麼多的開示 今天我特別要來替眾生請法 向師父來請義 因為您一直在弘揚淨土法門 我們知道這個八萬四千法門裡面 每一個法門都通達我們的真如本性 都是我們成佛可以學習的道路 但是您特別提醒大家 其實淨土法門是簡單又能夠容易來成就的法門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最主要就是 我們很多人學佛學得很雜 所以如果我們要一門深入的時候 我們從淨土入手 怎麼來修持 平常的一些修持 師父能夠來教導我們 學佛一定要有根 一般人叫善根 沒有善根就很難 什麼叫善根 善根 這個根能生一切善法 實在講 根就是戒律 根是戒律 是 佛門叫善根 善善根 善善根 不他 不撐 不吃 叫善善根 貪嗔痴 叫善土 我們今天問問 我們這個問題 嚴不嚴重 很嚴重 財 財 名 食 睡 這叫五月 有無有貪嗔痴 有心 想得到 得到 又怕丟掉 這叫善善 是 那麼真正有善善根 你知道什麼 這三 這三種事情 會帶給我們 無與能比的痛苦 現在給我們普世花寶 將來是地獄 魔鬼 出生 那你說多多 多麼嚴重 那人要是求悟到了 我不願意 到三度 你就好好的 把戒律抓住 戒律的根 跟 中國傳統文化的根 是同一個根 就是 孝親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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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孝順父母 你不尊重老師 你怎麼學法 你怎麼學法 不是老師不教了 是老師找不到學生 尊敬老師 不是說老師喜歡我 也願意教我 不是 我們把它都想錯了 唯有真誠心 能夠接受傳統文化 能夠接受如是道的三角 你沒有這個心 你沒有這個心 你跟聖學不相應 所以 他想教你 也教不出來 你心不在意 對 那麼今天 那麼今天 到哪裡去找一個孝子 先生 到哪裡去找尊師 中道 找不到了 為什麼找不到了 沒人教了 在過去 在過去 我們做小孩的時候 父母教我們 尊師中道 老師教我們 尊師 有人教我 真教我 父母教 尊師 是在四十年上 上學的第一天 拜老師 先父母帶著禮物 到多半是祠堂 祠叔在祠堂 對 祠堂裡面 先拜祖先 拜祖先 然後請老師上座 向老師拜三龜九叩手 對 大禮 父親在前面 我小孩在後頭 兩旁邊是同學 管理 每一個來拜老師的時候 以前的同學 都在外面管理 一邊一邊地讓你看 父母對老師這麼恭敬 還敢不聽話嗎 這三龜九叩手就是叫尊師中道 是這麼叫的 這個我們幹過 也看得很多 印象深刻 對啊 所以一生對凡是從事於教育工作的老師 不管是幼兒園的老師 中學老師 大學教授 那個尊敬的心就生起來 所以老師好教啊 真聽話了 教了他真幹了 老師教得有興趣 對 如果是學了 不肯幹 老師的那個 那種悲心 愛心 他發不出來 所以問題就出現在這個地方 現在不久 現在變成同一切都是商業 老師也變成知識販賣所 知識販店變成這樣 所以這都可悲 為什麼社會亂 為什麼這個世界人一行不善 為什麼世界會沒落 原因就在此 所以我們要提倡 提倡從自己做起 對 我先要尊私中道 我不尊私中道 誰尊私中道 誰尊私中道 那我們的教堂 教室 身影棚 都供著有老師的照片 講經之前 要給老師行李 對 講完之後 也要回向行李 一天還要保持讀刺 早晨上早庫 早庫完畢 也要向老師 是 是 照片去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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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個人看 這是教育 我們能夠 這三個老師 你們知道 我跟他們對於沒有別的 就是尊私中道 是 對於老師的一份沉浸 他看到了 他喜歡教我 沒有收我一分錢學費 他把他的精髓 傾囊 對於是 想教 他真教你 你真能學到 學了就管用 就弱勢 所以師父您剛剛在講 淨土法門的修行 第一步就是叫戒 所以這個戒應該從尊私中到孝順父母開始 對 要從這個開始 這是一個更高的高度 這是最根本的根本 是 然後 你選擇這個法門 當然 對這個法門有認識 你要不認識他 你不會選他 這個認知 比一般經典 哪 一般經典裡頭有幾 這個裡頭是叫你相信 你能不能相信 你能接受 沒問題 我很後悔 我這也是 前面一半不相信 沒接受我 如果前面一半去接受的時候 那我現在功夫 要跟海鮮和上差不多 師父您可以說一下 就是為什麼不相信 也許很多人現在就是 他們覺得他們很聰明 所以他們覺得相信科學 就是這個問題出來了 自以為是 自以為很聰明 自以為有智慧 我怎麼會去學那學 那是老太婆教 不認識字 沒念過書 叫他念阿彌陀佛 想著求生 揭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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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以後還是沒有畫個問號 那怎麼行 我這一層感情 不把它徹底明白 我決定 不回去做 一定是搞真正 搞清楚 搞明白 我相信 相信了我就承感 相信了我就承感 所以我費了多大精神 多少大臣經教 在講華言的時候 講到善才同志 五十三才 講到文書鋪械 向佛報告 他怎麼成就的 這樣才去相信 而要不是讀到這些東西 你給我講 我不相信 真的 但是真真相信 只要你肯信 肯願意去 沒有一個不成就 那就是專修無量手機 無量手機 就是介紹極樂世界給我們 是 說明書 極樂世界的說明書 你真的看懂了 你會非常想我 那是一個非常理想 修文學的環境 第一個 寿命場 極樂世界 不生不滅 所以叫無量手 這是我們想求的 沒有時間 事情幹不完 做不完的 那到極樂世界 無量手了 那就不怕了 東西慢慢學 什麼都能學會 一個也不漏 現在小的 只要大車大駕 自信剝弱智慧現現 就成功了 那就成佛了 跟諸佛如來 跟中國人這些大聲大邪 都是同一個階層 他知道的我們全知道 我們看他的書 就像看自己寫的文章一樣 一點困難都沒有 一點困難都沒有 那麼其他的法門 問題在哪裏 現在首先最大的問題 老師沒有了 你看學天台 天台中這些經教 誰能夠教 誰能夠教 找不到 我這個年齡 年輕的時候 還有幾位老學生 天台的 鮮熟的 法相的 都還有 還能找到一個兩個 這些都過世了 現在這些沒有了 斷了 辦佛學院很容易 到哪裡去找老師 所以現在師資難求 淨土法門如果沒有老師 你也靠自立 和活力的念佛就可以去了 對 老師念佛憲 淨土是唯心所憲 那是不是我們念佛的時候 唯心所憲是講道理 講理論 整個宇宙都是唯心所憲 慧南大師最後一句話 我說 何其自信能成萬法 萬法是全宇宙 全宇宙都是自信所憲 耶穌基督自信所憲 伊斯蘭教 唯心所憲 自信所憲 所以都是從自信流 它通通是一家 它通通有不能分割的關係 你才曉得 確確實實大成佛法告訴我們 四十真相 整個宇宙一切萬事萬物 跟自己是一體 你能承認這一點 你才會犧牲奉獻 苦難的人我就幫助他 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就像慈母對小孩兒女一樣 為難的時候 學自己的生命要保護他 做得到 你明白了 所以如果那是唯心所憲的話 那事實上如果那個有一個基本條件 是不是就是我們必須要做到一心不亂 對 因為你一心不亂 你進入到清淨心的時候 極樂就現前 所以這到底是屬於自立還是他立 自立他立都有 自立他立都有 如果是極樂境界現現 那沒有話說了 那功夫成就了 正往死了 這個境界不難 只要功夫成癖 就決定往死 功夫成癖是 跟其他崇拜是很前線 我們心裡頭 只有一句阿彌陀佛 其他的殘念都沒有 都沒有 叫成癖 只有這一個念頭 保證我做 這個人人做得到 只要你肯幹 望念一起趕緊阿彌陀佛 把望念趕緊 心裡頭 只保存一個阿彌陀佛 真保住了 確實沒有三念 叫成癖 這個境界裡面 阿彌陀佛就非常有可能 跟你見面 跟你見面 或是定中 見到 或是夢中 一般人夢中見佛的多 夢到阿彌陀佛 會告訴你 你還有多長的壽命 等到壽命中的時候 他來見你往上 等於通知體 師父您的意思 這真是因為阿彌陀佛的願力 所以阿彌陀佛就先告訴你 對 而不是一種自信顯現出來的 自信仰佛 是自信仰佛 沒有自信就沒有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也是自信仰佛 自信能仰一切萬法 一切萬法都是自信仰佛 佛的念頭先地獄 先物為 善的念頭先天堂 對 都是念頭先 所以物質現象不是真 現代量子力學家證明 物質是假的 是 物質從哪來的 從念頭生 對 從念頭生 沒有念頭就沒有物質 所以一切法從心向生 這佛在經常講 對 像有心神 所有的現象都是從心身裡 這真的 所以像是假的 假的就引導放棄 就不要放在心上 就對了 放在心上 錯了 真心變成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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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我這邊有一些 比較這種初學的問題 師傅我這邊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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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說 阿彌陀經裡面 已經把極樂世界的莊嚴殊 書聖它都描寫了 但是那個背景是在 一千多年前 一千多年前 因為印度的那個年代 因為印度的那個年代 對 如果今天 我們說黃金為帝 七寶流離 也許在以前 那是非常稀有的 在今天 可能它不是一個 非常非常特別的 因為現在的高科技 什麼都可以做得出來 所以如果淨土 是唯心所限的話 那是不是我認為清淨 不一定是用黃金流離 來表現 所以我的淨土 也許就是一片空 也許就是一片白光 我都不需要停台樓閣 所以我的淨土 跟它的淨土 就是跟彌陀經上的淨土 就是跟彌陀經上的淨土 是不是可能 我看到的 會不一樣 是一不是二 所有的境界 都是隨心在變 不是一樣 就像你所說的 你喜歡什麼 他就選手 那你不喜歡 他就沒有了 那我們又如何知道說 因為經典是我們的一個標準 對 就是 佛告訴我 現在的經 釋迦牟尼佛留給我 他所看到的 他所見到的 那菩薩 高級的菩薩 有這個能力 他也選擇 那在極樂世界裡面 阿彌陀佛等於是極樂世界之主 但是我們說 大四肢菩薩跟觀音菩薩 是他的左右的助手 而且阿彌陀佛 也許很長很長以後 他可能會退位 對 由觀音菩薩來接任 沒錯 他成佛的位置 沒錯 這個觀念裡面 我們不太了解 為什麼阿彌陀佛要退位 緣分 佛讀有緣人 他跟我沒有緣 他看到我就走了 他不聽 有緣的人 他看到我 都站著站一會兒 好好看看 多聽聽 有緣 佛不讀無緣眾生 所以要跟眾生 廣結山芸 法門很多 法門無量無變 所以如果不同的修行 有不同的法門 也許我持觀音法門 我覺得我跟觀音菩薩特別有緣 那我的習慣就是一直持觀音聖號 持大悲咒 那這樣子 我一樣可以去極樂世界 行 所以如果他修地藏法門 回向西方極樂世界 只要回向 對 那最後會顯現來接我們去的 可能是您常持送的 觀音菩薩行啊 一樣啊 那如果他是持地藏法門的 地藏菩薩可以接他去 那不是 一定是阿彌陀佛來接 阿彌陀佛 對 你真正最後 以這個功德回向 阿彌陀佛回向西方極樂世界 決定的事 我這樣說經常有這些短訊 是 修其他法門的 往生極樂世界 叫一心三昧 對 一心三昧 對 清淨心 深淨土 清淨心深淨土 對 我們形容極樂世界的莊嚴 然後它有九品蓮花 對 但是既然佛說眾生平等 如果眾生能夠到極樂世界 為什麼還要分高低呢 為什麼還要 有的下品下身說 要三大阿生死節 要花開見佛 是很困難的 對 為什麼不能去到極樂世界 就聽聞佛法 有人到極樂世界 花開見佛 有人要經很長的事情 那什麼原因 對 事是放下的 习氣也沒放下 還有念頭 他常常想著 是 這就是障礙 哦 我了解了 是自己障礙來 自己不能見佛 不是我不是自己障礙 其實在他目前他也沒看到 沒障礙 分為障礙 自己障礙自己 是 但是 但是 但是他只要在臨終的時候 一念 只要願意去 對 佛就讓他去了 對 決定我生 決定我生 那人如果到了中英生以後 他這時候才發覺 哦 我在世的時候沒有念佛 念佛很重要 所以我進入中英生以後 我也努力念佛 行 行 還是可以 對 中英王生的人也很多 是 但是我們在《金剛經》上面說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 則見如來 對 那我們現在如果看到了 不管是進度或佛菩薩現前 我說這也是相 這相不是虛妄嗎 我不是要破相嗎 不行 一個宗派有一個宗派的方法 這是進 這不是禪 禪 是破一切相 禪宗是著相 是 所以這個特別要請師父開示 跟那個禪宗完全不一樣 禪宗是完全不自主 難啊 禪獨宗是自主 我們從無世界就執著 執著養成習慣 執著我們容易 不執著很難 你可以試試看 你什麼都不想很難 對 想一尊佛容易 我用一尊佛像 把其他的雜念 妄想 統統發想 進一頁就成功 進一頁就成功 是 到極樂世界 平衛是很多 隨他哪個平衛都可以 不計較這些 反而向上提升 因為你沒有念頭 我以為 連平衛的念頭都沒有 有平衛的念頭 就捉平衛的向 有沒有平衛 有 是有階級 不是沒有階級 好像修校一樣 有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你上哪一個班級 你的程度跟它相應 就是那個班級 是相同的道理 所以能把這個觀念 統統都放下 那更高了 往頂上去了 所以 最好是不要想這些事情 就是一個信 一個願 是 我想今天我們聽了師父給我們 對於這個 殊聖的淨土法門的開示 也讓我們這個豁然開朗 然後發覺 有這麼美好的一個地方 而且持民念佛 對 我們就決定只要相信 我們就可以去 沒錯 而且師父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不管你信什麼宗教 其實大家都是合一的 對 修成功都是一樣 是 所以我想 今天我們的節目呢 全世界很多的觀眾在看 其實每一個人呢 自己就可以成為一個自媒體的記者 對 對 也把師父一直在弘揚的這些政法呢 透過自己 然後透過我們的手機 透過我們的電視 能夠傳播出去 其實這個和樂世界 極樂世界 其實就在現在的當下 對 對 也希望師父能夠法體康太 還是繼續要領導我們 尤其在教育的這一塊 歐彌陀佛 我想我們眾生 都有非常有福氣 能夠聽到師父 繼續在帶領我們 走在這個不但是修行的路上 而且是把做人做好 做事做好 好 感恩師父 師父也給我們做最後的兩句勉勵好嗎 多為苦難眾生做一些好事 就對了 好 感恩師父 多為一些苦難眾生做一些好事 對 也祈願呢 我們所有的觀眾呢 大家都一起寄心盡力 好 今天呢我想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福報 能夠聽到師父給我們 這麼長的時間 老人家已經九十多歲了 在這邊呢 這麼長的時間 一直在陪伴著我們 然後為我們眾生解惑 我想我們現在也是受益匪淺 了解說教育呢 跟宗教的關係 而且在生命的道徒上呢 師父就是一盞明燈 我也希望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看了我們的節目以後 大家都知道 在現在的這個世界呢 其實不分彼此 其實我們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個地球村 所以我們要彼此相愛 尤其在孝敬父母 尊師重道 而且弘揚中華文化上 我們都要不遺餘力 也感謝各位觀眾 也祝福大家呢 發喜充滿 平安吉祥 阿彌陀佛 在下星期下